不只开车骑车要小心 坐捷运 天哪 也要注意 在台北捷运传出了随机攻击案 这对年轻夫妻带着一岁的小儿子 在松江南极站 突然地遭到了一位女子的当场推打 还不断地叫嚣 现场非常恐怖 当场也把两人的孩子给吓哭 两个人赶紧进站躲了进去 保全还有远景也随机到场 把女子给带离 捷运站闸门外 灰色大衣女子走向这对带着孩子的夫妻 突然出手推打 两人当场愣在原地 接着女子绕圈 似乎不想让两人离开 夫妻两护着孩子 推着车一路退 女子突然又暴怒 小孩放声大哭 夫妻就怕女子还有其他攻击举动 赶紧跑进闸门口 警卫也随机到场制止这名女子 21号下午接近5点 北捷松江南京站 一对年轻夫妻刚去晚餐准备搭车 竟突然遭到 路人攻击 据了解这名女子情绪不稳 烧走就在附近商店攻击店员 索性一家三口没有受伤也不提告 后续郊游派出所将女子强制送医 根据捷级统计 今年1至8月 捷运攻击案就有19件 车厢手扶梯跟大厅站超过一半 都是人来人往的区域 民众搭乘大众运输 还是要眼睛放量注意周遭 才是自保之道 接下来姚立场 陈志根尤涛台北参与报道 好真的眼睛要放亮了 不过接下来这个移民署警方 在高雄破获了一个南台湾 最大的秘医整形集团 这一间这个美甲美睫店 它根本是挂羊头 卖的是狗肉啊 实际从事呢 微整形跟手术 而且还直播哦 另外直播 以每整个手术的过程 全部放送给大家看 为了什么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 来这边来上门消费 吸引很多同乡 一共一起来 整形的项目 哼不浪当非常非常多 从美白牙齿啦 到镭射除毛啦 甚至还要打肉毒感菌 风唇应有尽有 你想得到 这边全部都可以给你整 整形的生意呢 现在非常好 而且更扯的是 他们请来的助手 居然只学了一天就上功啊 专情对人员查破 破了千件的一两物品 还没用的 用一半 穿着黑色洋装的月籍 女子一脸慌张 冰箱内统统塞满 整形医疗物品 用过的玻尿酸 没用完的肉毒感菌 还有一整盒的针头 都是潘姓女子当密医 帮同乡朋友整形 女客人躺在床上 请来助理操作 牙齿美白仪器 而这位助理 只学一天就上功 另外还有雷射除毛 温唇和风唇 打肉毒感菌 让脸紧致等等 潘姓女子整形生意 做超大 让茶器人员瞠目结舌 只学习操作 牙齿美白仪器一天 就为客人服务 潘姓女子持有 美睫美甲等专业证照 但挂羊头 卖狗肉 撕下当整形密衣 查获注射针头 手术刀片 麻醉药剂 肉毒感菌素等等 一共1132件医疗物品 破获南台湾最大 外籍整形密衣 非法从事整形密衣行为 并利用脸书社群 直播医免手术过程 潘姓女子透过脸书 用越南语开直播 吸引同乡女子来一起变漂亮 但没有执照偷偷来 依违反医师法 遭送法办 九皇逊杨树 高雄报导 真理这位骑士 当着警察的面前 哇 好大的胆子 红灯还违规左转 警察在前面 还一路骑 这样子骑了200多公尺 他不止拒绝 不停车 不受检查 还对远警疯狂的咆哮 怒吼 还标骂人家三字经 警方怕他整个抓狂 情绪失控 当场把他制服逮捕 男子被警方用十字固定 压制在地 他拱起身子 双脚不断往外踢 一只手还勒住远警脖子 意图要脱离掌控 你走干嘛 警方和男子缠斗许久 才终于将他制服 我快登陆了 原来这名男子 在路口红灯左转 还沿路逆向 骑了200公尺 警方鸣笛要他停车 他却拒绝检查 路边停车啊 他急车啊 男子违规在先 却没有回忆 不断跟警方狡辩 还大声对远警咆哮 违规哪样啊 啊 闪红灯啊 逆向啊 哪样 男子恼羞承怒 要警方快点开单 甚至飙骂三字经 马上给我开 你还打算什么了 没有开 远警避免男子情绪失控 随即将他压制逮捕 男子情绪失控 不满警方稽查 对警咆哮并入骂三字经 两名远警送医后没有答案 权害疫妨害公务罪嫌 移送法办 交通违规部分也另外举发 记者刘志长 文宥轩桃源采访报道 好 真的好大的胆子 接下来来看看的是呢 新北市三重 这位灵性男子 他唱歌唱完之后呢 穿越马路去 想说肚子饿了 咕噜咕噜去买宵夜 结果呢 照照休旅车按喇叭 这一巴啊 他怒拍人家车窗哦 驾驶一伙三个人就下车了 开始吵了起来 结果三打一 把这个灵性男子给团团围殴 警方互报把闹事嫌犯带回 依照的伤害妨害秩序罪来送办 白色轿车准备切除 对着黑衣男子按了声喇叭 男子一掌拍下去 酒醉乱敲车 一旁女子赶紧道歉 但三名黑衣人 哪咽得下这口气 直接包围男子挥拳 三打一猛攻被害人头部 路人见状赶紧劝架 却遭受波及 夹在双方中间一阵推及拉扯 最后通通摔在地上 一旁骑士还淡定买花枝根 二十一号晚上九点半 西北市三重正义北路爆发斗殴 零星北海人在KTV唱歌结束后 疑似要到对面买宵夜 却因为道路施工 走到马路中央 挡到嫌犯车辆 最后惨遭唯有偷不见血 气得提高伤害 警方到场找到涉案人等 依伤害防汉秩序等罪 依法送办 我知道我们昨天下半的时候 看到有血 但是因为我们比较里面 我们没有出来 看到这个血觉得怎样 很恐怖 蛮严重的 因为后来它那个 上救护车的时候 头我们看到头一次有爆炸的 有也是这几家 那个卡拉OK的九岁的 地点就在知名花枝根外 零停车辆多 加上道路施工 逼得得人车震道 或许双方各让一步 就能避免冲突 记得林崇安 陆雨昕 前方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 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 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